我們來畫解這個式子 這個怎麼做 這個我上下把它乘2 這就變成多少 變成是根號2 上面把它乘2 根號8 加2 根號15 那15是3乘5 8是3加5 所以這個變成多少呢 根號2 3加5 就5加2 根號5 乘以根號3 那再加多少 再加3 那5是根號5的乒乓 那3是根號3的乒乓 所以這裡面喔 會等多少呢 根號5加根號3 整個乒乓 然後開根號 所以這樣就等於根號2分之 根號5 加根號3 它的道理喔 這個加變成減 它就變成喔 這裡 加變成減 這裡加變成減 所以這個你都知道 這個是等於 根號2分之 根號5 根號5 減根號3 然後這一項喔 這一項的話我們看一看喔 這個等於多少 根號3 減根號5 整個根號的3乘根號5 我上下把它乘2 根號2 根號6 減2 根號5 這65加1啊 啊5是5乘1 所以這個啦 裡面是等到 根號5的平方 減2 根號5 乘以1 再加1的平方 所以這等到呢 根號2分之 這個可以完全平方 這個可以完全平方 就根號5 減1的平方 啊給它開根號5 以後就變成 根號5 減1 根號5 減1 好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 把這個呢 寫在這裡 根號2分之 根號5 加根號3 好 那這樣的話我把三項呢 加起來 這一項加這一項 那減喔 把它拿上 把它拿上去 這兩個相加是這個啦 所以這是 兩倍的根號5 兩倍的根號2 乘以分之根號5 那這根號2去掉一個嘛 就變成減掉根號2 所以喔 這個是根號10 減掉連成減是根號10 再加根號2 那這兩個消掉 所以答案是根號2 谢谢大家